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架小飞机先后潜入水下 用几十秒的时间抵达指定位置 完成任务后 在优美的转身轻盈飞出水面 2022年10月中旬 两架名为长弓一号和长弓二号的前空跨介质航行器试飞成功 由哈尔滨工程大学水下机器人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历时一年多打造的 这两款航行器分别采用了固定翼和折叠翼的结构 均能迅速跨越水空介质在空中稳定飞行 在水下隐蔽航行 全过程全自主无需人工控制 在黑龙江省武昌市龙凤山水库 随着通信信号的消失 长弓一号开始了自主跨越航行之旅 40多秒后 长弓一号露出水面 随着机体内水的排出 长弓一号自主调整飞行姿态 迅速腾空飞离水面 以良好稳定的出水姿态完成了水空介质跨越过程 实现了空中稳定飞行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长弓一号从出水到稳定飞行的跨介质7秒钟 最让科研人员紧张 因为空气和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介质 水的密度比空气大近800倍 飞机在高速入水时 水和混凝土的区别不大 甚至比混凝土更加可怕 如果下降速度达到100英尺每秒 那么入水瞬间承受的压力就跟子弹打到墙面一样 这次实验的入水瞬间肯定会柔和很多 但是仅仅花费6秒就达到水下100米的指定位置 相信也同样面临巨大冲击 然后是入水后的冲击波 这个波动会沿着机身向后传递 以极高的速度遍布机身 空难时被撕裂的机身就是这个原因 传统概念里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加重机身重量 损失飞机的机动性和续航来实现安全入水 但是本次实验的目的不光是降落 还要从水中起飞 少数运动员可以从水中跳起来 这一瞬间需要消耗的能量相当于一顿减肥餐 同时对肌肉和骨骼的要求也非常大 否则根本无法实现 试飞飞行器同样要面临这个问题 盲目的增加重量 损失的可能就是水中起飞的功能 这次长工一号和长工二号的试飞成功 恰恰证明了无论是材料工程还是流体工程 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行列 据小编了解 2021年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 开展前空跨越无人航行器技术研究工作 在设计之初 团队对前空跨介质航行器的飞行构型方案等 进行了多次讨论 综合比对分析最终确定了固定翼飞行的构型方案 相比其他结构 固定翼在介质跨越过程中用时更短 但研发难度更大 不同于多旋翼 可以在水面上起飞 固定翼飞行器可以直接跨越水空界面 这种跨越方式此前没有任何数学模型可以进行参考 综合水中和空中各项性能参数要求 团队进行了无数次仿真实验 完成了长工一号长工二号 样机的总体方案设计 并基于CFD技术评估了航行器空中飞行 水下航行 水空介质跨越等过程的运动性能 验证了两型样机方案的可行性 两款航行器机翼展开后 与古代长工的大小和形状相近 尺度分别为长2.3米 乘以一盏2米和长1.9米乘一盏2.5米 不仅能在空中水面水下切换自如 还可负重1000克 前身100米 通过搭载的高清摄像机与树船电台 完成大气边界层与海洋边界层的界面观测 既能上天也能入海的航行器并不常见 这种航行器也被业内专家认为用途广泛 在海洋探索和开发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让飞机潜水是哈工城科研团队的看家本领 为了能让航行器在100米水下抗压 团队为航行器设计了耐压舱 通过一枚小小的推进器作为水下动力来源 实现了飞行器在水里下稳定下潜航行 但是让潜气会飞 着实给团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技术负责人哈工城博士生孙祥人介绍 通常航行器为了抗压 下潜越深材料越重 但机身过重航行器就无法轻盈起飞 因此团队通过一系列手段为航行器减重 比如用最新型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去替代普通金属 在结构设计上尽量为航行器减重 就连一克重的电线也要斤斤计较 在设计要求下 力求将航行器总质量控制到最小 为了提高跨界质能力 团队特别为长弓二号设计了折叠翼 这也意味着航行器的稳定姿态更难以控制 为了让长弓二号稳定飞行 其折叠结构更迭了九板 在实验中 长弓二号整体出水 展开机翼成功起飞 全程不到六秒 固定翼与折叠翼样机双双成功实现跨域航行 这意味着融合空中飞行 水面有翼 水下巡航能力于一体的跨界质航行器技术 有了新的进展 与许多其他高科技概念一样 潜水飞机或飞行潜艇的概念 最早也是由西方国家提出 但由于技术难度大 和载人版本多维结构复杂 一直没有成功案例 比如影片中小编列举的几款概念原型 至今仍停留在设想阶段 图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苏联提出的飞行潜艇计划 并于1938年1月由乌沙科夫设计小组给出了这种飞行潜艇的方案 也就是LPL项目 LPL飞行时速可达200千米每小时 最大飞行高度2500米 靠蓄电池驱动螺旋桨 电机在水下航行 由于是靠蓄电池航行 只能有两至三节的航速 而且水下活动最多不超过五六海里 下潜时封闭发动机舱 成员从驾驶舱转入密封的中心控制室活动 其他舱段通过排水器排入海水实现下潜 苏联当时期望通过这种飞行器实现白天在空中侦查 夜晚潜入敌方港口实现打击 但是由于二战的爆发 更多的精力被放在了研发建效更快的技术上 这一项目最后被终止了 图二是美国早些年提出的两个有人版方案 但都因过于复杂失败 图三是美国2010年的一个方案 据称最高时速可达185.2公里 主要用于让特种部队秘密进出有争议的地区 后来也没研制出来不了了之 相比较西方设想的有人版飞行器 国产无人版的设计虽然体积小重量轻 但在今天无人机已经普遍走进战场的背景下 国产跨戒指飞行器一经曝光 就引起了国外军事媒体的重视 比如亚太时报就刊文指出 它在海战中的实战意义非常突出 只要路线规划巧妙 在水面潜艇编队用雷达探测的距离 它可以在水下航行 用声纳探测的距离则在空中飞行 因此可以躲避大多数航母编队的探测 悄无声息地抵近到舰队附近 并发动打击 根据哈尔滨大学团队测试 如果在100公里外发射这种跨戒指飞行器 并以150公里每小时向舰艇编队飞行 即使舰艇全力探测 飞行器避开探测 并抵达目标的成功率仍接近百分之百 当然无人机跨戒指飞行器 载荷较小不能和专门的反舰导弹相提并论 但如果对舰艇舰导上的各种雷达传感器 或者是航母飞行甲板上停靠的舰载机进行攻击 那么战斗部小一些也完全够用 如果能够让几十架或者上百架的跨戒指飞行器统一行动 对敌人展开风群式的攻击 效果当然更加可观 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 未来中国海防可能又多了一种打击航母的神器 那就是能上天能下海的无人飞行器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这种跨戒指飞行器还能用在哪个领域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